最初 汉武帝刘彻吞并南越国 在海南岛上设立诸牙丹尔两军 大海之中 官员小吏以及士兵都是汉族人 对当地的土著侵夺凌辱的十分凶暴 而土著人民也很强悍 认为海南岛隔绝在大海之外 中央力量不能到达 所以不断起兵反抗 每隔几年就起一次民变 击斩汉朝廷的官吏 汉朝廷每次都要出动军队才能平定 二十年间 共发生过六次大规模的叛乱 刘巡在位时又有两次叛乱 刘氏即位的次年 朱牙郡山南线叛乱 汉朝廷出兵镇压 而叛乱更加扩大 其他县份也跟着叛乱 一连两年不能平定 刘氏广为征求意见 准备出动大军攻击 试招贾涓之说 我曾经听说 姚顺宇这些盛民的君王 版图的面积不过数千方力 西街流沙 东滨大海 朔方以南 都是中国文化普及的地区 盛民愿接受中国文化的 朝廷就去治理 不愿接受中国文化的 朝廷绝不强迫 所以 君王跟陈辽都被割宿 凡是有生命的动物 都得到了他们的需要 五丁 激发是商王朝跟周王朝 至圣至人的君主 然而版图仍然很小 东方不过到达江国皇国 西方不过到达达士部落 枪部落 南方不过到达少数民族的 楚部落 北方不过到达朔方 所以宋阳的声音四起 凡是会看会听的生物 都乐于生存 越上地区 经过九重翻译 而向中国进攻 这不是武装部队的兵力 所可以办到的 然后 到了秦王朝 大军远征 贪功于万里之外 却是国内的防卫虚弱 天下纷纷背叛 政治崩溃 到了孝文帝 放弃战争 专心从事政治的安定 推广礼教 在那个时候 每年处决的囚犯 不过几百人 赋税很少 而劳役又简单 到了孝武帝 魔力武器 未保战马 用以对抗 东南西北四方少数民族 每年处决的囚犯 高达数万人 赋税沉重 差异频繁 盗贼一时遍地 而大军不断出击 做父亲的 在前方刚刚战死 而做儿子的呢 又踏着老父的足迹负伤 最后 男人缺乏 靠女子守卫碉堡停障 失去父母的孤儿 在道路上哀哀啼哭 无人抚养 衰老的母亲 跟死掉丈夫的寡妇 在破漏的巷子里吞声隐隙 这都是开拓疆土太大 战争不能停止的结果 而现在呢 关东人民很久以来 困难劳苦 流离失所四散逃亡 在路途上乞讨 人情最亲 莫过于父母 罪爱 莫过于夫妇 到了卖妻子 卖儿女 法律无法禁止 道义不能责备的地步 这是国家的优势啊 陛下不能忍受一时的愤怒 准备驱使壮士 把他们推到大海之中 在那块蛮荒黑暗的孤岛上 显示决心 并不是拯救基谨 保全人民的恰当方法 诗经上说 愚蠢的楚部落蛮族 竟敢找中国的麻烦 意思是 圣人掌权 外族自然降服 中国衰乱 外族首先背叛 从古代起 就是这个样子 更何况 在楚部落南方万里之外呢 海南岛的人民 没有礼仪 父子同时挤在河中洗澡 习惯用鼻子饮酒 跟禽兽无异 本来就没有资格设立郡县 蠢蠢然 单独孤悬在大海之中 雾大露众 气候潮湿 到处是毒草 毒蛇 毒虫 以及水土灾害 还没有看见敌人呢 战士已经先行病死 而且 也并不是 只有朱牙郡 才铲出珍珠带帽 抛弃他 一点也不可惜 不加讨伐 一点也不损害政府威严 那里的人民 好像是鱼鳖 不值得争取 我在用当年 讨伐西疆叛乱的军事行动 当作例子 大军在前方作战 还不满一年 而战场距离首都长安 还没有超过一千里 军费已经达到四千余万万 大司农 国库积需全部用光 更动用少府的存款 一个角落的问题 费用就这么多 何况万里之外的攻击 只会造成死亡 不可能有功的 在古代寻找同类的事情 也找不到 在现在寻找同样的事 害处如此 我十分愚昧 认为那些 不懂得戴帽穿衣的国家 输经 与共所谈论的地方 春秋所涉及的 业以治理的地方 都应放到一边 所以建议 放弃穷牙郡 专心处理 关东的大旱灾 大基金 刘师询问宰相 御史的意见 御史大副陈万年 仍主张出击 宰相于定国认为 朱牙连年叛变 朝廷连年发兵的结果是 护军都尉 校尉共十一人 而只有两人生还 九人丧生 战士跟转运梁末的 后勤士族死亡 达数万人 战士和转运梁末的 后勤士族死亡 达万人以上 费用三万万钱 人不能完全平复 而今 关东又大饥荒 大饥饥 民心动摇 应采纳 甲娟支的意见 刘氏批准 甲娟支是甲仪的增孙 打费用三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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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